先讓優勢女性進入市政府 進入這個政府的體制以後 進入政權以後 我們再來想辦法 怎麼樣去改變一個體制吧 2000年代的時候 還在幾年以前 我都還記得 我們在跨性別團體裡面 討論的時候 當時要談男女平等工作法的時候 抱歉 好像當時婦女心機就說 我們先不要放 那個性別氣質這個部分 我們先讓性別平等的來 先讓兩性平等 然後我們那個性別氣質再放這 先讓性別平等先過 然後性倾向放在裡面 性別氣質 我們以後再談 這我們聽得太多了 怎麼老是我們要放在最後面 可不可以作為階段性目標 行 我也覺得我們應該現階段 階段性目標先回家廢婚 把婚姻改了 你再進嘛 這不是對你比較好嗎 好 第二個問題 他問說 如果今天好像看起來他覺得 鬼廢在這個場上是一個比較大的勢力 那麼其他的人要不要跳出來反對呢 歡迎 但是請提升論述 不要只是講平等 因為今天小卡已經把這個平等 這個論述的不足講清楚了 如果大家要談 繼續往下談的話 請大家論述也升級 不要只是講平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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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人權直接都留給那個外人講講就可以了 洪志自己本身總是要提升一點點 毀廢真的不是說要不要進去 而是婚家本身的結構制度情感都有其壓迫的內涵 這個不談只在談要不要進 完全錯失了今天台上這麼多人 寫了這麼多文章講了這麼多話 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不要再問要不要了 我們就來談一談本質上的問題吧 這個婚家的壓迫性內涵 大家是不是要面對 好 對不起啊 主持有特權的 好 來 歡迎大家 現在繼續提問 你是不是召喚了兩位 召喚了兩位 召喚了兩位 給奶粉 留人朋友 浩中召喚了一下 王民說召喚了你們了 你們就必須要講一講話了 請問 打開欺騙你們兩個嗎 等一下嘛 有 總是 你們來見到兩個手上都有畫什麼的 我們兩個 那個是個 同胖女孩 那個沒有沒有 我要先那個回一下 我也許 剛剛 對 我剛剛聽浩津那樣子講 我其實是在想就是說 其實你講到的是一種 你講到的其實可能是 知識思想和情感的一種不克工作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 大概我就是這種工作還在進行中 所以你剛剛的閱讀我 我非常喜歡 或者你其實把那個故事 以你的知識 以你的知識去補了那個故事的一些部分 或是說那個冷戰的部分 那我只能以我的方式來回應 你剛剛那樣子的講話 可是我也是以我的方式 就是也講評非的部分 OK 好 不用啦 對 講話有點難 好 那個 因為王萍剛剛其實在講的時候 我們討論這個東西一直有在他 那我覺得他剛剛講我才終於就是很晚的 我們有點理解他在講的那個過程 就是有點像是在台灣修法中離婚婦女的一個運動 跟他作為主體的辛苦跟那個自我改造的男 然後我覺得他剛剛他今天的那個發言 其實就對照了兩個時刻 一個是離婚婦女的修法運動 以及這個修法運動這個顯示品等的不足 還有就是同志平權的一個結婚權 所以離婚權離婚權跟離婚權具體內容跟結婚權 其實在這樣子的一個說法裡頭對照起來了 然後我就覺得非常非常徵兆性 因為事實上都是一種大概可以說是一種爭取法理權 跟國家給你的一種比如說保護保障的一種運動狀態 可是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頭其實旁落的持續旁落的 或者會是繼續踩在上面的 會是已經法理化的那個婚家 還有就是那個婚姻的姓 所以繼續罪犯化的如果不減 在這一塊重新思考的話 會是所有的被認為不可以不合格不能進入或者跨出婚姻的姓 那我覺得這個是當初離婚修法的過程裡頭 其實就沒有處理到的一塊 然後可是這個東西就沒有處理到也就關係到那個感情的那個不能再造 所以我這邊已經有點講不清楚了 可是我覺得我曾經有想過就是好像我覺得婦孕那一塊90年代 包括整個的性騷擾其實就是割捨的對於婦孕來講 是割捨硬生生除掉的割捨女人的性政治這一塊 那這個割捨的我覺得政治效應到現在我們還在面對 對 那這個政治效應其實也是我們那個時候在想 那個皮飛文的時候其實是有點想處理到的 也就是說我覺得這個東西的思考跟行動有不同的一個狀態 就是思考上其實資源當初在那個離婚修法的時候思考上是不足的 我這邊突然想到是離婚修法的同時其實有各種小團體讀書團體 可是我們那些讀書團體在那個時候的資源是被冷占知識結構屏障的一部分 至少像我這種人有一部分雖然依稀知道由於整個左翼是已經開始冒出地面 可是那個時候都來不及補這些中文的跟其他語文的知識的 的那個可能性那行動上卻不一樣 因為行動上其實雖然補足或者是補不完 可是在別的東西裡頭繞過一圈 然後這個就是低頭這也是剛剛有人講的 就是我們那個年代表面上是你知道保守啊 或者在幹嘛不保守啊什麼的其實都不是一回事 因為底下到底是在幹嘛其實是很難說 所以我們那個年代是這樣子的狀況是表裡不一的 那那個表裡不一其實滋養了一些行動 我覺得這個也是就是你剛剛在講的就是 滋養的那些行動或者其他的幾個人也在講的 早已經滋養了那個婚家的一些狀態 可是那個狀態跟那個思想怎麼可以變成一種故事 是可以讓我們在這個時刻可以開始分解我們自己是怎麼走來的 而不只是在現在的時刻就變了只有兩種故事 一個就是說我們現在走在一個進步的制高點 然後只能往這個方向走只有這一個故事 只有成就這一種形式才叫自由才叫平等 或者是說好了我們知道犧牲很多 我們知道過去你知道 這個是別人的分析我們在文章裡也說了 可是我覺得他的分析讓我其實就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第二種故事就會是說 我們過去犧牲了很多人 可是至少我們不要忘記那些犧牲 然後這兩種故事其實都是不足的 因為我們就是那個犧牲的部分 我們也是那個制高點的部分 我們創造有點像是我們就是這個時刻的那個共構 所以如果我們不要是這樣子的一種共構 這一個補課的補課我覺得就是剛剛浩中在講 你說這個補課的功課大概就是還可以繼續做 然後那個行動也顯然沒有結束就有點棒 對聽到今天說的 有嗎 有嗎 本來沒有打算要講到 然後剛剛浩中在講的時候我只是嚇了一跳 因為就是現在正想要做一段歷史 然後他講的完全沒錯 就是現在重新回頭看的時候 我們現在關於早期的歷史 就是性別發展的歷史其實真的只有一半 真的只有一半 而且講成了一個特定的故事 比方說怎麼樣子從傳統封建 進到現在的一個民主進步這樣子 那麼可是重新回頭看當時的各種言論 所以我們發現其實那個過程非常複雜 而且有時候會很驚訝就是一百多年前 知識分子也好或者是得利家也好 他們對於婚姻、家庭、性、性別的討論 比我們現在要開放得多 然後要用進步的話也可以用進步 就是我們今天想像的進步、平等、民主 其實真的只有一半而且非常狹隘 那麼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知識 是一個簡化的過程 我發現其實還不是從二世紀初 大概比方說今天就是當時就是更早一點 然後說梁啟超的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認識 早期的時候在講那個性別的事 我們知道的是梁啟超 但是梁啟超的時候已經是一個簡化了 把一個複雜東西就是變成了一個很簡單的男女 還有中國西方這樣子的一個框架 如果重新回頭看的話 我覺得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可是我現在覺得就是那個所謂的冷戰框架 其實不僅是影響到我們這邊 也影響到對岸 也就是說當今天我們不要以為 就是我們發覺的左翼的東西 就是對岸的東西 另外我覺得現在講一些 我們發覺到早期的 他們在講社會主義 然後政府主義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也是對岸唾棄的 因為他們也認為就是說 走過了一個失敗的歷史 那個東西是早該唾棄了的 那我們到底怎麼樣子重新回頭去看這些 被兩邊唾棄掉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還蠻難的 然後就真的還需要花一些時間 大概就是這樣回應 因為還在做就是想要做